瓊斯杯中華籃和伊拉克交手 剛體驗周伯淳第二屆一次籃槍的進攻 被對手的拐子直接重重招呼到臉上 當場血流不止緊急退場 不但剩下的比賽無法上陣 本屆瓊斯杯還能不能打 都是未知數 周伯淳縫了大約九針 預計五到七天後拆線 周四面對立陶宛沒有登錄先休息一天 而面對不同類型的對手 有的甚至國際賽很喜歡小動作出招 究竟國手們又是怎麼應對呢 在新台灣人戴維斯直打兩場就因為舊傷復發 剩下的比賽報銷 現在周伯淳又掛傷號 古代豪和周伯淳也苦笑說 已經做好了扛好扛滿的心理準備 比較多 感覺不錯但是有點累 因為今年是連打九場都完全不能休息 去年還可以再休息一天 昨天看板凳席就只剩我跟小 就是禁區裡面就只剩我跟小鼎跟博勳 就我們三個我們當然也是只能 就是繼續打 少了Q和周伯淳 中華藍隊攻守更辛苦 不過換個角度想 交其他球員能夠適時的挺身而出 絕對是一支成熟團隊最好的肯定 布萊丁新吳俊奎 黃花君採訪報導